陛下 微臣实在担心 他们会认出你来 没那么容易吧 陛下 我担心船上有危险 怕什么 小心点 小心点 这坛酒可跪着呢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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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走 往里走啊 你也去左边啊 小心点啊 七位 想要干什么呀 我家老爷想到船上去看看 兜兜风 兜哥 这条船可是大官人包的 我们就是来找大官人谈生意的 那你认识谁啊 上去不就认识了吗 那就更不可了 我们认识的人是换来换去 我只认识你这条船 谢谢 但我不认识你了 上一次你托我给你带的东西 你不要了吗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几倍 真是商家 不小的商家 规矩可懂得 少不了你好处 好嘞 几倍国关里面请 行 你慢点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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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好 好 走 好 好 好 来 来 大人买上 老爷如何才来呀 昨天晚上没有住船上 这里太脏 这灵是谁呀 怎么这么别说啊 多大了啊 小女子方黎十八 一直在船上啊 我还能去哪呢 大官人又不会带我走 带你走也不难 先说说 昨天晚上陪谁睡了 这个我不能说 怕是别人不愿意让你伺候吧 谁说的 连惠州的康大人都喜欢我呢 该不会是康青寿之府大人吧 怎么不是 难道 他的官不比您的大 他见了我得叫爷爷 开玩笑吧你 大人 公气与不凡 好英俊呢 气与不凡还差不多 英俊差很多 你去看看 你先回屋里去 待会儿找你 好啊 不凡是 艳熟 您是哪位 别问了 说出来能吓你一跳 跟谁来的能问问吧 老康 老康 不认识啊 多有得罪 在下荆州通判李完生 听过 真的 听说他是一个青年出了名的官 没人看过他穿新衣服 也不是 只是有些场合 明白 看场合嘛 不过 还是很想知道大人您是 不必多问 大人从京城来 正四平以上 可以这么说吧 今天能够遇到大人 卑职 真是十分荣幸啊 你会记住我的 是是是 大人到过荆州吗 经过而已 好 下次到荆州 如果 大人不嫌弃 卑职 一定极尽地主之宜啊 哎呀 我们荆州 虽然比不上京都 可是 像这样的划船 还是有的 在下 可以为大人 专门租上一搜 注射十天半个月 全凭大人兴致 而且还更为安全 最近皇上把韩多给斩了 你不知道啊 啊 听说过 那还做这种事 不会担风险吗 啊 嗨 拉拉鼓叫回叫 可庄家还是要重的 听说皇上派了不少监察御史 下到各地去 专座暗访这点不可不防哦 哎呦 怕的就是这个 这条船上 不会有什么监察御史吧 嘿 如果有的话 他能活着下船吗 啊 到那边去看看 卑职明白 卑职一时还不会走 哎 再玩上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也喝啊 哈哈哈哈 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这么自贫一杀 不肯透露性命 来 看得出来身边还有马病 来来来来来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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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喝酒 陛下别去了危险 侍儿陛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此地不宜久留 清楚什么了 真难得出来一次 大人别急啊 哈哈哈哈 别躲啊 怪我 大人大人吃屁口啊 大人 你干我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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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大人 你总算是来了 你看我这儿干净吗 干净 你等着 哎 大人 哎呀 哎呀 大人好吵呀 你打得真嫩啊 哎 刚才推门这个人 哎 怎么这么眼神啊 哎呀大人 是吗 刚才那个人 真的是灰州之府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没想到他们真的这么穷奢基于 朕要把他们统统给杀了 别小心我 大人 大人 大人大人 来进去 啊 无礼 哎 哎 大官人 小人打扰 小人打扰 你还不赶快给我出去 是 是这样大官人啊 小人是做私仇买卖的 算是有点本钱的 那么就是希望认识大官人 您这样的人 帮我们在地方上 在京城里面做点买卖 本官又不是做生意的 那是 但是我们也是人生地不熟 官面上缺少朋友 好了 你要是早来片刻 我就把你扔到外面河里去 那是 那是 可是小人实在没有打扰大人的意思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荆州知府林大人介绍 哦 但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下船了呢 私仇 苏州私仇 货色怎么样 货色上乘 我们做的都是大买卖 啊 想投机取巧 好 您放心 小人是懂得规矩单 但是不知道大人 您在这个地方上 是不是多有联络啊 我的地面就是通州啊 口天舞 你们没有一点耳闻吗 哎呦 如雷贯耳啊 知府大人在下有礼了 快快快 请大官人笑纳 来呀宝贯儿 起来起来 去那边 这个人怎么好像 哎呀大人 别那么疑神疑鬼的 不对 你们赶紧穿衣服 出去出去出去 快点穿衣服 怎么呢 走吧 大人 不对啊 快让开 快点快点 都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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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 闭上 听清楚了啊 嗯嗯 今天本官说的话 离开了这个房间 一概不作数 小的知道 嗯 好 我认识很多做官服的商家啊 争以有的是 哎呀那太好了 大官人您一个手巴掌抵得上小人一块天 您看我今天本来就是撞着胆子出来试试 没想到小人撞到红韵了 嗯 你别高兴太早 本官做这种事 懒于讨价还价 大官人您放心 折扣好说 公家的买卖折扣更好说 好 我跟您说个数字您听听 讲 一百抽七 一百抽十 没有十抽二 免谈 十抽二啊 你这个人怎么整不明白啊 怎么做的是公家的生意 我把价格抬高点 不就全有了吗 啊是呢 情容小的再盘算盘算 哎 这就对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兵啊 肯定是出大事了 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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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下去 下去 出什么事了 刚才有两个人到我的船舱去 我看其中一位 很像 做商人打扮 对呀 穿褐色长袍啊 哎呀 刚才就坐在这儿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 太香 太香了 这这这这 刚才您都说了些什么 都向大人禀告了 四品你上 什么四品 哎呀 哎呀 果真是他 我们都用完了 大人大人说什么 什么 你们出事了出事了 皇上来了 怎么回事 皇上的奶奶就是最后上船的那个 皇上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那他还在船上 那肯定在 这船又没靠岸 各位大人 这是怎么了 我问你 刚才上来那几个人干什么的 大商人 做买卖的 你让他们上船的 我 他们说他们来过 你混蛋 你 怎么了 赶紧去给我找 是 千万不能惊动他们 是是是 快去 啊 哎呦 哎 吴大人 哎 怎么不跳了 接着跳啊 哎呦 吴大人 你们走 你们快走走走走走 皇上可能在这船上 皇上怎么能在这 这 谁说的 他化妆是和尚 爱穿着褐色长袍 哎呦 还有一个穿灰色长袍的 是啊 他 他 他是一个做买卖的呀 哎呦 到底是不是啊 别弄错了 林大人 您赶紧出个主意啊 还是康大人出主意吧 康大人做的东吗 哎 这这这这 这怎么是我一个人做东啊 这是 哎呀好了好了 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 赶紧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本官倒有个办法 你说 还是不说了吧 哎呀 就说吧 万一要是皇上到了 咱们可都是重罪 谁也跑不了啊 刚才咱们大家在一起 都是猜测 到底是不是还不确定 万一要是个骗子呢 你是说 他们 行不行 哎 等等 这件事大家可要想好了 弄不好抓错的话 是要掉脑袋的 大家要变能九足啊 十抽二 大发要饭的呢 那么你什么意思 十抽三 否则滚蛋 十抽三 那我们连进货都进不来了 那是你们的事儿 于我何干 我这儿从来就这个价 再说本官又不是商人 从来不讨价还价 你看了还真是个狗官啊 你敢辱骂本官 你敢辱骂本官 我还打你呢 大人 大人 你 你敢打我 我打了你 我还想杀了你呢 大人 来人哪 陛下 他们好像正在集合人 集合人 想干什么 好像要动手啊 大人大 你 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看到陛下 还不跪下 陛下 跪下 陛下 你现在我想想 康大人 没有时间了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啊 我得想想啊 只能活出去了 大人 大人 几位大人 刚才那几个人 就在陈大人的房里 好 好 动手吧 康青寿 是你在说话吗 朕在问你 通州知府吴志卿 微臣在 微臣最开万死 微臣有眼无珠 冒犯了皇上的龙颜 最开万死 最开万死 朕的那匹绸布质量不错 你非得要十抽二高了些 能不能让朕几分呢 微臣最开万死 当时涂得嘴里痛快 在这条船上 你们涂得不仅仅是嘴巴快活吧 刚才还想干什么呀 朕不敢 朕不敢 朕真的不知是皇上 朕让你们受惊了 继续玩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多谢了 10 8 2 4 15 15 1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